出生于西元1909年的李林秋 是台湾流行歌谣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 望春风是他25岁时 在故剧里写下的生涯代表作 台湾流行音乐产生之后最成功的 当然就是首推望春风 到现在都成为是我们 土地文化经典歌曲之一 算是最重要的 李林秋国小毕业后 为了家庭生计 从事会计工作 因缘际会下 转而负责戏院的影剧文宣 为电影广告歌曲写词 从此展开他的创作人生 而他的故居就悄悄地隐身在 你或许不曾发现的平凡红砖屋中 一般来的时候 就是我对少年说去 我们应该在少年是做米家 但是我们阿公跟保龄跟祖祖 所以宅舍被勾了 我们阿嬷来扯淡天来 因为淡天来是我们阿嬷的阿姐 李姐 所以我们阿嬷的老爸就是淡天来住 阿嬷的老爸就是大老城 大老城这边的传统电影特色 四柱三窗的专幕构造的一个特色 所以在里面我们有看到 七里安石的这个隔间 那也有红砖的 然后还有竹边泥墙的隔间 然后三幕隔间 然后有半楼 也就是我们说的隔楼 发表于1933年的望春风 李凌秋借此歌 鼓励女性勇敢表达自己的情感 我们老爸在厕所的时候 他厕所有三个药店 好像三个药店就像这个 刚刚厕所前 是比较不准打断的 这个算是敬酒 第二个呢 像说敬酒 像说敬酒喝下去 敬酒才会吃 像说敬酒喝下去 别再会敬酒 夜来会拼到 就像在咬到那时 但在李凌秋夫妻 相继离世 老宅过去 因为家庭成员的债务问题 造成着为台湾历史重要 做瓷家的故居 在2020年 面临被法拍的危机 那时候有问他来不太好 我说我要放棄 他记得如果要在这间 家庭给他 我里面文字都拨出来 拨在北京 拨在北京 我另外中心开中就好了 但是文化中 他说你不能这样 这样做的时候 就没有原汁原味的味道 我告诉我 这样你就要 把我捏下去 那老师当时也来找过我 那我也鼓励老师说 对 我们应该把它标下来 因为老师已经花了 三千多万去买一楼 那个真的是天价 所以没有钱修理 那还好文化局也协助李老师 就拿到了这个中央的补助 再加上文化局自己也补助他们 很幸运的就是说 这一项一项的困难都已经克服了 当然就是还有最后一理路 未来的经营管理 说到这个培养 修用这个空间的时候 我来回去跟我们老师最早的时候 他留一个idea是怎样的 他说 我们一般新人就是说 新出道的人 没有机会 没有舞台 没有平台 可以发表 他做品 所以那时候 老师要做什么 公共艺术 表演空间 要做这个抖烂的意义 让大家了解说 我们老师的充足的旨迹 跟国际不同的地方 有多长期 你如果了解你自己的土地 你就会爱你自己的文化了 所以你如果对这个 每一寸土地 爱这个历史故事 都处理了 我们老师是怎么 他在世的时候就说 文化的东西 就要保留 你如果卡住就没死了 如果钱 钱又贪就有了 歌谣始终存在的记忆 当这抹春风 拂过大稻城 疏而倾听 百年后的我们 依旧能听见 那个时代的心声 自然之间 不愿意 优优独特 , 岳麟 简直到柄 感谢观看